大家好,我是一名职业的健体运动员 那么今天呢,我现在还在备赛 所以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生吃洋葱 那我自己呢,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洋葱的人 然后我一般会在我的汉堡或者三明治里面都加生的洋葱 我不觉得会辣 但是我从没有试过完整的吃一个生的洋葱 所以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洋葱清理干净 OK,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 生的干净的洋葱 然后,嗯,很香,真的很香 我们先来称一下这个洋葱它有多重 这有碟子,还有一个称 看它有多少颗 333颗 现在我要来品尝一下这个了 还有点紧张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 哇哦 这还还挺辣的 哦 嗯 很香的洋葱味 我小时候幻想就是 生吃一个洋葱自己一个人吃 我看人家吃觉得很简单 但其实挺难的 完全没帮助 嗯 嗯 咳咳 它不是一般那种辣 它是又呛又辣 而且胃里面也很辣 感觉有点想吐 我本来以为这个很容易的 但是好难 越吃越辣 中间一开始吃上去很甜 但是哇这个辣 吃得我鼻涕的出来了 但是有点醋和酱油应该会好一点 酱油 好像味道还不错 好 最后一点 我感觉中心是最辣的 赶快走 太那么辣了 我妈吃的头疼 别说蘸酱油其实还挺好吃 好辣好辣 OK今天视频就到这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比完赛以后我是10月2号比赛 比完赛以后再给大家做吃的视频 哎呦我的天